新闻会报 在记者跟SNG车榜 随起严重的车祸现场 可以看到车头灯甚至都掉了 两位仪式车主的男性正在叫嚣 SNG团队出动高科技收音设备 来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你是在塞三小啦 不然你是怎样啊 怎样啊 你怎样啊 怎样啊 怎样啊 来怎样啊 不求啦 怎样啊 怎样啊 不求 以上是台湾街头日常场景 但如果发生在国外就很麻烦了 海外旅游 除了跟团还有自由行 有些人还想要自驾旅行 转短的几天旅行我并不赞成自驾 除了人生地不守之外 还有驾驶坐骑行驶方向不同的问题 但打工度假的背包客是真的需要 在澳洲这么大的国家 有车才有脚啊 台湾跟全球驾照免事换照的国家有很多 到外交部网站可以查询 澳洲属于亚太地区 这里有香港 澳洲出现了 澳洲不同州有自己的须知 我所在地的阿尔文 属于北领地 点进来看看 幻发须知 1.年满25岁 2.不需要比试及路口即可换驾照 以小型车及机车为限 3.需要准备材料有 居住地址证明 驾照证本 护照证本 驾照翻译本 地址证明的话 银行寄给你的信就可以用 因为上面有地址跟姓名 可以上网VP行情 来看看翻译件长怎样 就是一张纸 上面有机构名称 里面有你的资料 最重要是底下的官章 有翻译员的认证号码 表示它是合格的 但有驾照不代表这个人开车是安全的 现在太多机车换来的驾照 台湾为何是行人地狱呢 还不就是不良的开车行为 政府要投入400亿根本就是打水漂 这要经过道路设计 号制设置 法规明确 最重要是教育及考试 观念要从小交集 而不是说钱投入 加强执法 罚人免钱就可以搞定了 选举结束还是一样的结果 就有经验来说 也是在这上路 才发现自己竟然有太多从台湾带来的恶习 也缴了不少学费 今天只讲三个道路规则 让朋友比方一下 至于如何换澳洲驾照 及更多驾驶规则 有机会的话 再做专题影片介绍 开始上路 第一个修店项目是 斑马线 看到这个标志 表示要离浪行人 若没有这标志的话 它会放赏黄灯 不管如何 最重要是斑马线 行人走斑马线最大 车子停下来就对了 回到现场 白天行人多的时候 看澳洲驾驶及行人的实际状况 首先第一位大哥登场 毫不犹豫的就逛斑马线 没拍到旁边车子停下来 换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这次是一对男女 也是直接就走上斑马线 左右来车立刻停止 没有在管什么三公尺五公尺 等行人离开后继续上路 下一位老兄 也是直接走上斑马线 很可惜刚好没车 没看到车子停下来里浪 这一组是爸爸带小孩穿越 左边黑车早早看到就停止了 右边白车则是慢慢通过 周围小姐也是直接上场 此时白车也看到行人 并且减速 双方都安全通过 这一组双方同时登场 白车迟移了一下 飞慢了一点 到斑马线还是减速通过 此时对接红车看到行人了 减速 又一组行人通关成功 大量行人寝潮而出 右边蓝车早早停止 通关成功 又是美好的一天 不停下来没关系 除了罚款外 撞到人陪止你 第二个修炼项目是停止号制 红色八边型的STOP 看到它就停止 不管有没有人车 在线内停下来 确定左右没人车后 前进 通关成功 你不想停也没关系 上缴325元就好 刚刚是大马路 我们来看看小巷子里 Live实况 冷车比较少的地方 参赛者真的会照规矩吗 第一台出现了 停止 通关成功 第二台会停下来吗 停止了 又通关成功 接下来是后面来车 漂亮 第三个修炼内容 远环 澳洲到处是远环 这关一定要练好才能出师下山 以下我借用澳洲政府的动画影片来帮助说明 进入远环 已经在远环的车子最大 要让它先通过 重点要看右边 因为车子从右边来 等它通过后 再进入远环 远环左转 进入远环前 行驶左线 打左方向灯 看右边没车子 进入 左转离开远环 破关 远环右转 行驶右线 打右方向灯 看右边没车子 进入 沿着道路转弯 打左方向灯 离开远环 破关 再看一次 打右方向灯 进入远环 经过第二个出口后 打左方向灯 出远环 破关 远环回转 行驶右线 打右方向灯 看右边没车子 进入 沿着道路总弯 经过第三个出口后 打左方向灯 出远环 破关 远环右转 加变换车道 进入远环前 行驶右线 打右边方向灯 看右边没车子 进入 沿着道路总弯 经过第二个出口后 打左方向灯 确定左边没车子 变换车道 离开远环 破关 远环执行 小远环右边没车子 进入远环 不用方向灯 经过一号出口后 打左方向灯 离开远环 破关 大远环一样的方式 远环一样的方式 打左方向灯 远环一样的方式 打左方向灯 這次是要離當已經在圓環的車輛 這次我們要走的圓環 有1、2、3個出口 第一關右轉 3號出口離開 先慢動作 看到圓環標示後 打右方向燈 看右方沒來車 進入圓環 經過1號出口 打左方向燈 此時我在圓環最大 前面白車停止讓我先走 從3號出口離開圓環 成功 恢復元素再來一次 圓環標示方向燈 又變回圓環 右邊沒來車 進入 經過1號出口 經過2號出口 打左方向燈 出去圓環 成功 現在是直線2號出口離開圓環 看到圓環標示 右邊沒車 不用打燈 進入圓環 過了1號出口 打左方向燈 離開圓環 成功 恭喜你 終於通關可以下山了 不管在哪裡 開車都要小心喔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